以后 我老汉也搞出了四联想 这简直就是 灵阳四海 四喜临门 死通八达 誓塞四荒啊 金太陽才太不跟我們翻響了 別怕 我保護你了 信我一下 金太娘子太皮血了 想說你比我 怎麼又是你 比比比比比 比什麼呀 你再厲害 有那泡妝厲害嗎 你個粗人 真粗 等你這胳膊 我心不過你 看著一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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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又發明了什麼新鮮玩意兒啊 竟然能發出如此 今天你欺貴神的動靜 德昭兄又來了呀 你早說嘛 你早說我給你安排個好地方看看呀 無妨無妨 爺爺昨天晚上就聽到動靜了 他派我來啊 今天一早上就來探虛實 果不其然就是你府上傳來的 但是啊 其實我也不想擾民啊 只是二位夫人想聽那動靜 我也沒折呀 那不礙事 不礙事 那個爺爺啊 他其實讓我來啊 問問你這個玩意兒是從哪買來的 回去的時候不要讓我拉兩車 你看 哎呀 我只能告訴你 此屋沒得出賣呀 你要是喜歡的話 我跟你爺爺垃圾荒就是了 好吧 啊 好 既然來了 也不能不進去是吧 嗯 啊 請請 好好好 原來爺爺說今天早上他親自過來的 怎料到昨天晚上他老人家吃雞食了 肚子讓他難受 這不剛好啊 我過來一個時候打探包幹的消息 二可是還有儀式相求啊 不是不能三寶店啊 你說吧 就是那個冰糖葫蘿 小弟也能不能再帶幾川回去 讓他老人家消消失 是 德昌兄難得一片孝心 小弟自然成人之偉啊 正好明天我去府上看成爺爺 順便給他帶過去了 你就別操心了 別別別 子豪兄 明天送那是你送的 今天且讓小弟先送幾川回去 也算小弟小姐姐也大 也省得年館裡邊多愛幾頓家宝啊 你看看 昨天還出幾川呢 行了行了行了 別妥顾 小弟 你去給程小公彥拿幾川冰糖葫蘿 小弟 都拿幾川 對 對 都拿幾川 夠意思 不是 我说你啊 你功课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怎么又挨打呀 别提了 自从你在又五位混了一个差时 小弟我也有些动心哪 回头找爷爷商量这事 说是过完年去军中效力 也不知道哪句话没说对付 就挨了几下 来 子豪兄 你要是心疼兄弟啊 明天去的时候 你帮兄弟们演几句 你看我老大不小个人了 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啊 一直想到军中奖上见识 德州兄 这种事儿 我来提不太合适吧 你参军的资格不够 就算你爷爷答应了 你也去不成啊 那子豪兄你怎么去的 你说我爷爷不让我去军中效力 逼着我跟你学什么兵法呀 算术的 不去军中效力 学天术都没用 也不知道爷爷想什么的 你爷爷这是想的周全 让你学兵法 没说让你上沙场啊 他是想让你替程家保留这份学术 将来传给子孙后代 说不定哪一代就用上了 那我不管 我就要去 小学生你得帮我说说话 算我这个做徒儿的求你了 好吧 既然徒弟都这么说了 那明天我先去你府上探探老爷子的心思 见风使舵 看情况我就把话题往参军上扯 至于成不成我就不管了 你也知道你爷爷那脾气 小弟先献过四号生了 您老要亲自出马一定是马刀成功啊 二女 今天晚上你会自己房里睡啊 冷 冷也不行 我跟夫君有正事要说 你 你 行了行了行了 你睡着 都赖你 好 不少东西啊 小爷 您尝尝这个 他娘的 冰糖葫芦 这是爷爷最喜欢吃的 你小的还是孝顺啊 爷爷没白疼你 爷爷可别这么磕磕 爷爷喜欢吃呢就多吃 这玩意儿 开胃健脾 有百亿而无一海 吃 我吃 我吃 好好玩 爷爷 好吃吧 好酸啊 好好好 四号 我看这个 是不是昨天那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爆肝啊 对啊 那天听那个 德昭兄说 说您特别喜欢听这个动静 特意给您拉来一车 快去 点上 让我见识见识 听见这个 点着了吗 你跑啊 快跑 天下 没事吧 太厉害了这玩意儿 嗯 好 还行吗 走吧 你跟我爷爷提我那事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不过你爷爷提了 那我爷爷怎么说呀 哎呀这个德州 你爷爷不是一般的你爷爷呀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跟我关在家里边很无聊嘛 你明白的 你爷爷是不放心的 也怕你出去吃亏 不是笑话吗我吃亏 就吃你了 那边是王昌军吗 小宝 还给我滚过来 诚哥您老爷在呀 可想死兄弟了 刚才走路走得急 只注意到子豪学问 您老爷印象还好啊 好好的很 你最近咋样 没有因为四叔欺负人 被人给吃得了吧 没哪有 诚哥小时候的事你别提了 兄弟早学好了 这举报正军中为国效力呢 好 您瞧瞧 原来这丝是个起是非的货 在外面横行霸道 被人家剁了几刀 回来搬救兵的小碎摧 进去多少时了 没多久 六月底进去的快半年了 这子豪兄和诚哥还真是 兄弟还以为外边乱船的呢 乱船船 说我们俩什么坏坏了 谁船呢 诚哥你千万别动手啊 这小弟没说清楚 小弟听说 诚哥您拜子豪兄为师 可是真的 批紧了你 说不清楚 诚哥行动 诚哥行动 小弟军中学的坏毛病啊 您别记得 拜师的事嘛 那倒是真的 子豪兄是代父受徒 如今我们俩是师兄弟了 对了 还有秦玉 我们仨现在都是同门 子豪兄比我略为年长 我都叫他一声二师兄 清楚了吧 你也别高魂了啊 下回再看护衷 我要让你婆娘到护衷河 给你收拾回去 我说呢 这当日一见子豪兄就知道 您不是一般人的 这小弟军务繁忙 昨日里才回京城 您也知道 这军务里的消息没个实话 是吧 这大冷天的在道上站着冷的不行 要不小弟做东 二位哥哥给我们先去喝上两杯 暖和暖和 怎么样 这个好 行 反好我还要问你军中的事情 走下去吧 一会儿咱们就差点给家里边说个信 好 来来来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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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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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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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怎么连个小二都没有啊 老板亲自招呼客人的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小二都回家过年去了 好好好 不是为你吃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玩去玩去 原来这一到春节城里 人就吃不上饭的习惯 到这就开始了 什么 子豪兄您说 没什么没什么 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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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板去 来点肉 弄点酒 去吧去吧 好嘞好嘞 你们等你们等 去吧 赶紧给我收拾 里边咋样 苦啊 来来 瞧瞧啊 看 打的前段时间打的 背后还有 连巴黎都没好下去 看 不能跑 老板 快点快点 肉咋还不上来 想饿死老子呀 你小子肯定是干什么坏事了 打你也还干 平时你们都干什么 苦啊 来 瞧瞧啊 小弟娇生怪养的 一进去就给发了榔头 一天就在厂子上盯木桩了 说是叫什么练力气 一天要是盯不了二十个木桩 那就是一顿狠揍啊 那比您当年可揍得很多了 吃饱 你想想 这大日桶底下 小弟光着几梁钉桩子 稍微偷个懒 那就是一鞭子上来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 有这么过分吗 行行行行 别脱了别脱了 信了信了 我跟你说的 这还算好的 上次啊 上次我们跟那帮畜生争天字团 畜生啊 就是军中团队比武 那帮人哪都下狠手的证了 完胜后 小弟身上让那帮人弄了撒猪了 全明晃晃的 歇喷了老高了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后来 正常 没 别急了 人家都是几年的老手了 小弟一个生蛋子 您慢用 您慢用 没给弄成就不错了 来来来喝 少来点少来 好嘞 好嘞 来 来 干一个 来 太邪乎了啊呀 这家伙吃相当在那儿看着他 平时怎么醉他妈挑嘴 豆腐碰都不碰啊 豆腐啊 二位哥哥 您知道里边都是傻伙是不 别说豆腐汗 平时肉都不缺 那你 可他就不跟你好好做呀 这 甭管什么东西啊 都混一国里煮 嘿 闲呢 闲一天 淡了 去要把盐 那就是一顿狠打 这军衣里火是大是人吃的呀 这 我出京练兵的时候啊 连家里烧的桂花糕都不准淡 一去就是半个月呀 回去再吃的时候 全搜了 豆腐 你听听啊 你听听 你爷爷不让你去那就是对的 啊 那我竟然指不定谁打手 是 你这么小子他没用 谁 来来来 走 行 行 吃得不好 吃得不好 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来来来 你二位忙着 小弟就不打扰了啊 你吃饱了就饱啊 走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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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歹说 你这是曹盛叔的儿子 都给折腾成这样子 就你 要是进了部队 谁管你爷爷是谁呀 我看你还是算我了 以我看 他这样也挺好的嘛 瞧见没 半年前 我一脚能替他五个跟头 刚才就裂起了一下 说明他在军衣里没白挨打 身子骨变结实了 我估摸着我俩要真打起来 没个三五下摆不平衡 我怎么就这么蠢呢 四号兄 那个年后宫里的足球寨啊 您就把我编进去 尝尝都让我上 我就不信露不了脸了 咱们就拿下个手葵给他看看 皇上有奉赏的 到时候小弟一句话就行了 也怕是拦眼拦不住了 就这么定了 四号兄 告辞啊 这还有为了当兵不折手段呢 这不是兰陵的马车吗 他不是去南山了吗 震死我了 父亲 见过公主殿下 父亲 忙了一天 辛苦了吧 不辛苦 我非辛苦 站这儿干嘛 外边冷嗖嗖嗖嗖的 进屋吧 上炕啊 我说是 上炕 炕是暖和呀 啥样 笨嘴笨舌的 他真就这样 还望公主见谅 无妨 这子豪就是心灵手巧 打凉后的抱杆 跟之前就是大不相同 声音啊震天的响 这本宫还是好奇着呢 这本宫还是好奇着呢 一会儿仔细讲讲其中的奥妙 让本宫也开开眼 这个 好说好说嘛 进屋说 来来来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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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公主请坐 公主 您二位先聊 我去准备些茶点 怎么这么不小心 话都不会说了 当心让你家才女看出破绽 看出什么破绽 我们俩干干净净的 没做什么亏心事 是吗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听着这么没有底气啊 怎么没底气 我这底气怎么做 别说这个了啊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这都黏根了 你不忙吗 我一寡妇家有什么忙的 今天是专门给你送些年货过来 都是自家庄子上产的 好长时间没见了 怪想你的 对了 今儿你是不是到程叔叔那儿 去显摆爆肝了 我显摆什么呀 管家 你你看我们家那管家呀 不让显摆能行吗 前管家 夫人 那双子他们把这收拾出事 冬天干燥别起火了 好 双子 双子 让他看见也好 今儿要不是我亲眼见了 还真不敢相信 这世上就有这样的东西 刚才不小心让那竹蟹见到了 这会儿还疼呢 你看看 还疼吗 没事 就破了点瓶 用口水消消毒就好 这多亏是竹蟹 要是石子铁片之类的 这手就没法看了 你说要是换成石子铁血的 会不会有作用 什么意思 我是说把那爆肝做大一些 里边塞上这些东西 那我大唐的将士 岂不是战无不胜 所向披靡了 停 这个黑火药的事 我已经答应成爷爷献给朝廷了 而且也答应朝廷 配方不能再外泄了 至于里边填的是什么 就是公布的事情了 咱们俩就别跟着操心了 不说了不说了 都是我不好 这心里想些什么 嘴上就说出来了 要不是你告诉我 还真不知道里边塞的是黑火药 配方有没有 拿来我看看 配方不给 万一被你泄露出去 对我朝不利 还有啊 那个东西非常危险 一会儿 你就看看就行了 不许拿走 你说的有道理 是我太心急了 这些事本也不是我一副道 人家该管的 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造纸坊的事 嗯 我想等天暖和了 再起一座 你看呢 这反正公益里都知道了 你就再起个十座 我也管不着啊 随便吧 不许你大早想什么呢 伸舌头 那大过年的什么样子 没舌胎好着呢 赶紧起来吧 今天一天事呢 小点事小点事 二女还睡觉呢 昨天晚上讲衣宿穿花 那多睡一会儿 把她给忘了 昨天一夜没睡 今天让她好好睡睡 晚上还得熬夜呢 对对对 来 夫人 今天 多告诉告诉我规矩啊 一会儿啊 让夏人烧点热水 夫君先洗个热水澡 然后咱们去词堂祭祖 今年咱家光景好 多天点空风 夫君等我把鞋踢哪儿了 真 行行 你算没窝吧 你别找了 我自己找 我自己找 算了你也别找了 那边有双新的 今天过年夫君穿新的 这鞋啊 是二女腊月里 给夫君欣纳的 这丫头的手艺啊 还算看得过去 走看看 你们这是干嘛呀 咱们家又不缺钱 干嘛自己弄这个呀 你们俩谁累着了 我们都操心 要不许这样啊 我都听别人说了 这那鞋底可麻烦了 就是有顶这儿咯 多容易弄的 满手都是这娘啊 二女才多大呀 老干这种粗活啊 以后你也不去弄啊 你们俩谁再弄 我就瞅你了 你啰嗦 付得二年的事情少管 赶紧去海上出去忙 夫人 过来 有话跟你说 你说什么呀 姑娘 夫人 在家操心一年了 辛苦了吗 疼了 疼了 昨晚吃汤火了吗 没出口吧 吃完苦了 就睡了 我说嘛 有味儿 啊 讨厌 打过脸你懂了吗 好 紫豪一家除夕首岁 度过了他在唐朝的第一个春节 下一集 王紫豪将带领我们一家人 去南山西买的别墅 欢度春节长假 我们一起赏花 吃烧烤 还有 哼 跟蓝林公主滚床单 一口 你 créer 颂匪 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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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